相信不少人看过一部叫做《卢旺达饭店》的电影,这部电影取材于发生在1994年的《卢旺达大屠杀》,以此为背景由真人真实所改编,将述了一位卢旺达糊涂族饭店经理,保罗·路斯沙巴吉,那在《种族仇杀》中设法挽救十二。 68位图西族,即虎图族难民的故事。电影中有许多地域一般的画面,而真实的照片,更让人看到残酷,这是一组1994年的卢旺达照片,他告诫我们远离战争,真爱和平。 1994年4月6日,在的卢旺达总统朱维纳尔哈比亚·利玛纳,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·安恩塔里亚·米拉的飞机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附近被击落,两位总统同是罹难。 该事件立即在卢旺达全国范围内,引发了胡图族人针对图西族人的血腥报复。 7日,由胡图族士兵组成的总统卫队,杀害了卢旺达女总理,图西族人,乌维林及伊姆扎纳,和三名部长。 图为1994年的卢旺达,如同地狱。 在当地媒体和电台的煽动下,此后三个月里,先后约有80万至100万人惨死在胡图族士兵、民兵、平民的枪支、弯刀和削尖的木棒之下, 绝大部分受害九世图西族人,也包括一些同景图西族的胡图族人。 卢旺达全国八分之一的人口消失,另外还有25万至50万卢旺达妇女和女孩遭到强奸。 图为1994年的卢旺达,如同地狱。 同年7月,卢旺达爱国阵线,与邻国乌干达的军队,反攻,进入卢旺达首都基加利,击败了胡图族政府。 200万胡图族人,其中一些屠杀参与者,由于害怕遭到图西族报复,逃到邻国布隆迪、坦桑尼亚、乌干达和扎伊尔。 数千人由于霍乱和立即死于那民营。 图为1994年的卢旺达,如同地狱。 1994年的卢旺达内战和种族大屠杀,给卢旺达带来了巨大灾难。 屠杀带来的卢旺达人口变化,使这个原本贫困的国家雪上加霜。 大批劳动力丧失,国家经济处于崩溃滇源。 大屠杀还使这个国家的人口结构,产生了很大的变化,全国14岁以下的儿童约占总人口的40%,许多妇女成为寡妇,大量逃亡邻国的糊涂族极端主义分子,渗入临近国家,给这些国家的安定带来负面影响。 屠为1994年的卢旺达,如同地狱。 由于美国在索马里进行军事行动时出现意外黑鹰事件,因此,美国并不想介入卢旺达内战。 对此美国总统克林顿,于1998年3月,访问卢旺达时,在基加利机场,对大屠杀幸存者发表讲话时,婉转地表达了歉意。 屠为1994年的卢旺达,如同地狱。 联合国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事件中表现消极。 大屠杀发生的第四天,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投票,决定象征性地在卢旺达保留260名为何人员,职责仅仅是调停停火,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。 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,持续了近一个败运后,联合国才决定,将联合国驻卢旺达援若团人数,增加到5500人,扩大其行动授权,并说服其他国家参与救援。 除为1994年的卢旺达,如同地狱。